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的旷古情缘之一 其实 刘备和刘缠可以说 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公于心计的帝王 前者靠他的人格和谋略 使其亲手创建的蜀汉帝国 在夹缝中生存了四十多年 而后者则靠其雅量与智慧 使自己在外部条件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能够安全地度过一生 说起刘缠的雅量与智慧 不能不提到他早年的经历 一段出自南北朝裴松之注影的《三国志》中的文字记载 透露了刘缠早年颠沛流离的经历 那还是在刘北寿曹操 吕布的家公 仓皇契家出陶之时 十年数岁的流禅篡溺溺 随人吸入汉中 为人所卖 到了建安十六年 二百一十一年 关中大乱 浮丰人流阔避乱进入汉中 殷息富豪 虽然是弊乱 仍需有奴徒服饰 有人向刘阔推荐 说有一个小童即刘缠 可堪驱使 刘阔虽将刘缠买去冲作书童 一次闲谈时 刘阔觉得刘缠言叹不俗 只为梁家子 遂养为己子 把刘缠收为一子 还给他娶了个媳妇 并生下一子 二百一十四年 刘备从刘章手中夺得一州 派其部下简将军入汉中寻找阿等 简将军见到刘缠 寒暄过后 刘缠一一回答了简将军提出的种种问题 曾做过刘备内侍的简将军终于认定 面前这个出落的一表人才的青年 就是当年赵云抱在怀里的阿等 这段难忘的与众不同的经历 对刘缠后来的性格影响肯定深刻 在刘缠看来 从小到大 他已从经历过的无数次大灾大难中 学会了察言观色和隐忍 也知道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而了解这一点 对于全面深刻的理解 刘缠登记后的所作所为 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备白帝称 脱孤之后 年仅17岁的刘缠继位 开始与诸葛亮这个相父共事 在历史上多有前朝皇帝 临终脱作朝中重臣辅助下一任右军之事 如公子一人让吕不韦辅助营正 顺志将幼小的玄界托付给摇拜的四大俯臣 而吕不韦跟四大俯臣中的摇拜拥兵自重 把持朝政大权 甚至阅祖带袍 视皇帝为无误 结果招来杀身之火 诸葛亮做的事情与吕不韦 敖拜并无二致 不同的是 他虽然交谎 我行我素 但自始至终却无反心 一心一意为蜀汉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除此之外 青年刘缠也懂得以大局为重 尽量委屈求全 将诸葛亮当作父亲一般尊敬 在刘禅看来 既然诸葛老师没有在老爸刘备去世之初 娶他而代之 自作皇帝 而是愿意继续当好参谋长 那么 他这个皇帝宝座诸葛老师是不会觊觎的 再则诸葛老师满腹才华 耗为人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增加 知识 那越来越丰富 诸葛亮好为人时的愿望 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烈 那何不满足诸葛老师这个可怜的虚荣心 在他面前扮演一个好后辈 好学生的角色呢 展开全文纵观流禅四十多年的皇帝史 看起来 几乎是无所作为 或者说是亲近无为 不仅在政治上 没有什么标新利益的建树 在生活作风上 也基本属于乖孩子一类 看了这些 可能有人会认为 刘禅之所以亲近无为 是因为 他没有能力作为 其实 刘禅是有作为的 他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判断 江蜀汉政权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使西南异于民族矛盾缓和 老百姓基本上安居乐业 而且 他做甩手掌柜 放手让诸葛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军臣和沐相依相伏几近三十年 诸葛亮并是约公元 234年6月28日 263年5月 曹伟大举公输 大比当前 刘禅急召群臣商议对策 有人主张南前国度 有人主张规复冬 五 光禄大夫乔周则力排众议 主张降位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之后 刘禅接受了祥威的建议 派施中将少前往魏国征锡将军邓爱军前成帝降表 由于刘禅时时务 因而深受敌方优待 曹伟大概也是为了借之安抚人心吧 就在刘禅肉坦出将的当场 邓爱就以诚挚的身份 代表曹伟王朝宣布 任命刘禅为标系将军 发布公文时与之和术 邓爱灭了蜀汉以后 自己回去复命 把后主刘禅留在成都 后来蜀将中会 将为发动兵变 司马昭觉得 刘禅留的成都不大妥当 恐有后患 于是 就派人让刘禅举家东先 刘禅到了洛阳 司马昭用为原地的名义 封他为安乐宫 亦宜万户 建安乐国 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 五十多人都封了侯 后世都称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 可是 刘禅真的是傻子吗 一个通明智达的贤主 可以在王国后 变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十 寄情况是刘禅到洛阳之后 发现 事情有些微妙 曹魏帝国封他为安乐宫 而曹魏的十权派人物 刚刚封为晋王的司马昭 对他却外信内依 怀有戒备之心 因此 这位人称阿斗的蜀汉后主 只得在寻求自保 不久 司马昭设宴招待刘禅 席间特请人演出属地记忆 由于司马昭的暗中不止 有些人假装触景生情 忍不住暗暗抽气 坐在司马昭身旁的刘禅 本眼哀伤于心 但他一看见司马昭那阴行不定的面孔 一下子就提高了警惕 因而强冲笑脸 喜笑自如 一心以为 刘禅是个阿斗的司马昭放下心来 悄悄对他的亲信假冲说 人之无情 乃至于此 虽使诸葛亮在 不能辅之九泉 况将为业 戏意终了之时 司马昭系问刘禅 颇思属否 一经之后 刘禅答道 此皆乐 不思属也 这句话居然骗过了司马昭 甚至骗过了与刘禅一起将位的属汉就陈戏政 宴会之后 戏政对刘禅言说 主公方才的答话有些不妥 如果以后司马公再问您这类话 您应该流着眼泪 难过的说 祖先的坟墓都在属地 我怎么不想念呢 几天以后 疑心仍未完全消除的司马昭 又一次问起刘禅是否想念故国 按照戏政的指教 刘禅背出了那几句话 并装作一副悲伤的样子 只是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 司马昭见了 心中有数 大概早与戏政有过沟通 突然说道 你的话怎么这么像戏政的腔调 刘禅假作一惊 睁开眼 说 您怎么知道 这正是戏政教我的 司马昭听了 哈哈大笑起来 自此以后 司马昭忙于篡位 不再对刘禅生毒害之心 刘禅王国之后 作为王国之君 不仅自家性命 而且包括属地百姓的幸福 都掌握在人家手里 自己的待遇 直接影响晋国对属地百姓的政策 所以 他必须装汉卖傻 处处隐藏自己的才能 才可以瞒 天过海 养晦自保 而阴险奸诈 疑心病特别重的司马昭 居然真的被他骗了 周寿昌的三国志集结评价阿斗说 孔传文诗时 不择养晦以自全门 确实是一针见血 入目三分 271年12月 刘禅在洛阳病逝 终年64岁 在中国历朝历代王国之君中 刘禅的下场恐怕算是最好的 纵观刘禅一生 多数时间 命运多减 出生不久 即被父亲遗戏 小小年纪 被人买来卖去 当了皇帝 还是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 临到最后 当了王国之君 仍然要抢人欢笑 整日装傻 人生如此 活得真是太累太累了 古人云 宁当圣事犬 不畏乱世人 问题是不管乱是圣事 一个人的一生 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困境和磨难 往往更能造就英雄 而就刘禅而言 了不起的英雄也好 扶不起的阿斗也罢 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和政治秩序 注定了一个二世君主刘禅的一生只能是悲 举 可叹刘禅生于帝王之家 其雅量和智慧 不幸被后人误读 留下的竟然是一个乐不思蜀的笑饼 和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的骂名 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